中国江北水城 江东辽城 辽城自古就与水有缘 他因辽河而得名 早在春秋战末时期 这里就是齐国的重城 历来为丁家必争之地 走进辽城 那合湖交错 立波荡漾的水城神明 真让人心慌神仪 流延忘返 辽城县辖东昌府 林青 万县 深县 阳谷 东哥 池平 高唐八县市区及一个经济开发区 总面积八千七百一十五平方米 人口五百六十六 是华东 华中 华北三大行政区交界处的重要交通数字 能源基地 内陆口岸和区域中心城市 辽城 有水 得天独厚 黄河从这里穿过 奔向大海 黄河水不仅造就了这片神奇的墨土 而且孕育了辽城灿烂的文明 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纵贯辽城南北 明清时期 辽城得益于运河曹运之变 翻墙林立 商古林吉 往来客船穿梭如枝 繁荣超盛 据资料记者 当时仅上交国库的收入 就相当于全国的七分之一 而今的大运河 已整修一新 两岸绿树成荫 商铺林立 辽城又显当年繁华 烟波浩渺的东昌湖 连几达五平方公里 是中国江北最大的城内湖泊 南有西子 北有东昌 正是其秀美风光的生动写照 方方正正一平方公里的古城 像棋盘一样 漂浮在湖水之上 东昌湖与大运河和侧城而过的屠亥河相互贯通 形成了辽城 城中有湖 湖中有城 城合湖一体的独特城市格局 一个城市 有了水 才有了它的灵气和韵味 有福气的辽城人 在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恩赐 周在水上行 人在画中有 那碧波荡漾的莲芽 那清风垂柳的旭雨 给这座城市增添了几多浪漫 夜色朦胧 水也朦胧 年轻人的柔柔蜜雨 因为有了水的轻吟而变得更加甜蜜 阳光明媚 水也明媚 辽城人身臂弯腰 充分享受着那因水而更加纯净的空气 辽城还有丰富的地热温泉和优质的地下天然矿泉 涂亥河 马甲河 张卫河等大小十几条河流 纵横交错 蜿蜒百里 自入了这片黄河造就的沃土和勤劳勇敢的辽城人 漫步辽城 你随时可聆听到潺潺的水声 感受到水城清新的气息和渊源流长的水文化 蔚然屹立在古城镇中的光月楼 就像从湖水中浮起的一座水中楼阁 有水相担 有城相依 这座与岳阳楼 黄鹤楼齐名的中国名楼 更显其挺麻 秀为 清乾隆皇帝九下江南 六灯齐顶 永逸大概也是在乎山水之间 聚光月楼百里之遥的海源阁 是中国清代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 总藏书二十二万多卷 大部分是真品绝本 一九七二年 日本首相田中角龙访华时 毛泽东主席送给他的《处辞集注》 就是海源阁藏书的影印本 奥立在古运河畔的山陕桂馆 雕刻精美 金碧辉煌 是中国绘馆建筑中的不可多得的文化绘宝 三国时期的才子曹植曾在辽城市的东厄县被封为王 死后也就葬于黄河岸边的泥山脚下 林青舍利塔 阳谷锦阳港 狮子楼等四百多处名胜古迹 都有一段与谁有关的故事 在辽城这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出现了许多名垂青史的人人志士 如战国军事家孙并 千古乞丐武训 著名学者傅思年 国画大师李苦禅 民族英雄范祝仙 张子忠 马本斋和当代中国领导干部的凯摩 孔凡森等 都是辽城这方水土养育的骄子 丰富的水资源 使辽城发展农业得天独厚 全市已形成了蔬菜 灵果 畜牧 水产 四大主导产业 是中国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 绿色无公害食品出口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辽城地下矿藏十分丰富 煤炭 石油 天然气等 注存量 可开采量都很可观 据中国前五位的中原油田 很大一部分就在辽城境内 辽城是中国重要的电力人员基地 已建成电站装机容量达四百万千瓦 更为水城的腾飞增加了无穷重力 近几年 辽城工业因水而兴 农业装备 汽车 有色金属 便利 造纸 纺织 医药 化工 农副产品深加工 电子信息等十大百亿产业 蓬勃发展 产业集群迅速壮大 东厄厄郊 中通客车 鲁锡化工等上市公司业绩优良 石峰集团 凤翔集团 信发旅店集团 景阳港酒业集团 阳谷电缆集团 全民纸业集团 银河纸业集团等 三十多家企业集团 跨入全国同行业先进行列 而今的辽城 基础设施日真完善 京九铁路 韩吉铁路 几辽管高速公路 构成了纵贯祖国南北 连接华夏东西的立体交通网络 这里离济南国际机场仅有一小时的路程 到青岛海港只需四个小时 辽城市区与各县市之间也都有一级公路连接 交通网络完善 形成了以辽城为中心的半小时生活圈 正是由于水城便利的交通和优美的环境 才有了近千家外资项目的落户辽城 法国LDC公司 韩国西捷集团 日本杨马诸事会社 香港华润集团 东方希望集团 湘江集团等国内外知名公司 都看中了辽城这方大自然赐予的风水堡地 纷纷前来投资幸运 辽城与世界上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密切的交流合作关系 辽城的水如梦如歌 水边的井如画如诗 卓越秀美的水城景致深深吸引了来自五州四海的中外宾客 辽城以水为梅 经常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博物 这里的文化、教育、品律、娱乐设施齐全 文体活动精彩分成特色节目 妙趣横生 巡牛的花车 民间的艺术、妙会的情调、小吃的风味 加上美轮美奂的流光夜色和那五彩缤纷的李花 让游人大饱了眼福口福 全国龙舟比赛 摩托亭表演 翻版表演等水上项目 更是把水城的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 水城水运惊天下 世人谁不夸辽城 2003年 辽城被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成为山东省的旅游热点 水是一个城市繁荣昌盛的基本条件 辽城因水而鸣 因水而兴 魅力无限 灵气十足的水城 不仅成为游客魂牵梦绕的旅游圣地 更是有志者投资新业的一方热土 卓越秀美的中国江北水城 期待您 热情浩客的辽城人民 欢迎您 水城都保佡广 黄河浪花养 云和飘雨待壶水荡漾 这是美丽的廖场 这是可爱的家乡 你像一颗蜜蜢 哦多年呀 像牵在祖国的大地上 今天的注意書 也алось哦 是两个人